是 糙米是低的 糙米是比較健康的 然後白麵包比較健康 防晨這個 你覺得優格比較健康 然後你覺得白麵包低的 你不用玩嗎 我啊 ok 我很快的 糙米 牛肉爐 煮鬼 巧克力 好比我藍色 小英 全都答對 大家Bass好了 我來介紹答案 唯一正確的只有小英 全部答對 小英 全部答對 他說這兩個哪個是低的 YOUGURT 所以我們先講的是升糖指數 你們都已經錯了 要想到是低升糖指數 不是 因為我以為說YOUGURT 它是液體的 所以它比較容易被身體吸收 那你一吸收的話 你的指數就會往上變 當然YOUGURT就是蛋白質 所以蛋白質含量越高的時候 升糖指數越低 這是第一個 多一種麵包呢 不是有一個比較健康的嗎 全麥 健康選擇的那種 是比較好嗎 但如果跟蛋白質比的話 當然是蛋白質更容易抽 你也錯 是不是 對 我也錯 沒關係 我們還有美貌 這個不用講 大家都很清楚 對 因為它纖維量比較高 好 然後這個玉薯泥 對 其實事實上 越屬於容易消化食物 它具合含量越高 所以就 如果你真的喜歡吃土豆的話 最好是建議烤土豆比較好 它會比較慢 所以你看我的概念是對的 是對的 我就是沒有查那個東西的 不是 最主要是 它比較慢被吸收 它雖然是那個澱粉 但是它吸收比較慢 越硬的 但它剛剛講到一個概念很好 就是那個sauce 確實那個sauce 會導致Gi生挺 我也是有智慧的 好 最後一組 最後一組低生糖指數就是巧克力了 為什麼 感覺很健康對不對 對 但是其實是因為它每個 我們在講生蛋指數 它通常是以100克的碳水化合物 去測量你的提升的水平 所以事實上 100克的碳水化合物的巧克力 可能只是1.5片 它不可能是整個 Dora Kid她有問 她說吃冷飯 是不是比吃熱飯容易瘦 冷飯的Gi確實比較低 因為它冷凍之後 它其實會改變它的飯裡面的一個結構 所以導致它的Gi含量變得比較低 所以我問一下 就是你說的這個DGi對不對 是不是如果我現在就是一直在吃DGi的東西 就一定會減肥 當然不是啊 你剛剛看巧克力DGi 你吃這個能減肥嗎 所以也就是說 你也要看吃多少了 要看吃多少 所以這時候就要看GL了 因為GL會帶入真正食物的一個分量 所以也就是說呢 就算是低升糖指數的東西呢 也要注意你吃的量就對了 對不對 思敏她就說 哪一種斷食法對減肥比較有效 輕斷食法對於減肥比較有效 輕斷食法有好多種 有分 一六八斷食法對不對 那這個我自己本身有做 那也就是呢 16個小時呢不吃東西 有八個小時呢就可以正常的飲食 那另外一種輕斷食方法就是 五二輕斷食法 也就是說呢有五天呢 你就是吃的比較正常 然後有兩天呢 你要吃的卡路里稍微低一點 大概就是五六百卡這樣子 所以那我不曉得這個中醫師 有什麼樣的辦法來幫我們呢 我今天就為大家介紹了一道 這個食療的飲茶方法 那麼很簡單的就是準備了一些中草藥 這個就是摺蟹 這個就是黃旗 那麼這個就是白樹 這個就是苟旗子 這個是山章 那麼 摺蟹呢 在我們中醫來講 只要跟水氣有關係的疾病都會用到 那另外一個黃旗呢 它本身是可以補中氣 然後它可以瀝水 那苟旗子是可以有滋陰補腎 然後就是補乾腎的一個作用 那白樹呢它是可以健脾瀝水 就是把我們身體多餘的水分給排出去 那山章本身呢它就可以消脂肪 尤其是通性血管的一些問題 那麼大家就是把它用清水洗了以後 倒進那個鍋內 大概用600毫升的水就把它煮沸 煮沸了以後呢 你就把藥材跟水一起裝在這個保溫壺 就把藥材一起裝進去 那麼你就可以把它當成你一天的茶水量來喝 那這個時候可以幫助你所謂的消脂肪啊 減肥啊甚至於通大腸 可是就是說我們把藥材全部放在裡面 如果喝完的話我可以再加熱水嗎 可以的就是為什麼要用保溫壺呢 它就等於說把它鋪去 就是燜住的意思 所以你喝了以後你就可以再加熱水 當成你一天的茶水量 是啊我們也來嘗一嘗吧 好 那就是已經煮好的嗎 那麼也煮好了一壺讓大家來試試看 這是茶還是湯 這個沒有放肉的 基本上我們就可以把它當成茶水來喝 去脂消油茶 去吃消油茶 這個Richard他就說了 在吃高血壓藥的人可以喝這個茶嗎 這個茶是可以的 高血壓的人是可以喝的 這還不錯耶 是味道不難喝吧 對 不是很甜 就是微酸 對 然後這個Penny就問了 她說經濟期間可以喝消油茶嗎 如果你的月經量不多那你就可以吃 如果你月經量很多的時候 我們就不建議你喝 為什麼太涼嗎 不是因為山楠本身有活血的一個作用 喔 所以可能怕這時候經血會突然太多 就是會來的比較多 OK還有另外一位朋友 Gene1987他說有胃痛的人可以喝嗎 所以我們中醫的配搭是很特別的 所以為什麼要加一點白樹跟北極 那這個時候是有護胃的那個作用 當你要喝的時候 你不要完全空腹那是可以喝 那麼不過在喝這個去脂消肥茶呢 有一個先決條件 怎麼樣 你一定要有耐性 你一定要喝最少一個月到三個月的時間 你就可以看到那個療效 喔 那這個在168 那個剛才不是有講168嗎 在168的時候可以不可以喝 當成飲料是OK的 因為我們這個除了和消脂肪 它本身有幫你健脾力濕 就是補中氣的那個作用 那說到什麼168斷食法 那我這種181的可以嘗試嗎 又爆大數 168我真的有做 因為這個我們平常就16個小時沒有吃 是因為從晚上睡覺 吃完晚飯睡覺到隔天 然後呢16個小時以後才吃第一餐 在這8個鐘頭裡面吃掉兩餐 所以所謂的168就是16個小時不吃 然後8個小時吃 沒錯 就是8個小時內其實你要吃什麼 吃幾餐 他都是就是都可以吃這樣 但大部分的時間 如果你真的要收的話 像你講的兩餐會比較好 是 那我有問題 有問題就問 你們有什麼問題也可以這樣 FB這天問 對 可能是別人要知道 我就幫他們問 請問 好熱心來問吧 所以 8個小時有沒有選擇哪一個時間會比較好 因為我聽說人家講說 如果網上吃的話會永遠胖 是真的嗎 其實是根據你個人的生活作息跟工作環境 大部分人都是12點到8點進行這個時間段 所以時間不會影響 時間不會影響 是根據你睡眠時間 很高 經理就說了這個斷食法適合每一個人嗎 事實上有一些人確實不適合 比方說我們講孕婦 需要俘乳的 因為你需要很多養分嘛 你是絕對不會做這個飲食法的 如果說你本身已經很瘦了 你的體脂肪少過5% 真的非常非常瘦的話 你也不適合用這個斷食法 OK 那還有另外一位朋友 Miko他就問 這個斷食法是可以吃甜品的嗎 就是在那8個小時當中 他可以吃甜的嗎 以我來講我覺得是可以的 如果說你可以控制到你的份量 確保如果你是要減肥 只要你的卡路里是 攝取在你所需要的以內 你還是可以這樣收下來的 那另外一位網友呢 他就說了 斷食法不會變成暴飲暴食嗎 因為你剛剛講嘛 譬如說16個小時不吃 這8小時我就猛吃啊 拼命的吃補回那16個小時 沒有吃的缺憾 薯條什麼都吃 對這個真的是個迷思 看Y不健康幫你找回健康